大家好,昨天赵立坚在自己的推特上发了一张照片,就是封面上的照片 照片是澳大利亚军人手持一把匕首,在一个阿富汗男孩身后进行割喉的动作 这个男孩手捧着一只绵羊,那就是放羊的小孩被澳大利亚军人割喉 背后是澳大利亚国旗,这个照片应该是合成的 但是他反映的是事实,就是澳大利亚军人在阿富汗对平民和囚犯进行屠杀 用私刑进行杀戮 赵立坚下面配的文字,他说我们强烈谴责这种行为,并呼吁追究他们澳大利亚的责任 影射上个月,澳大利亚军方自揭有军人曾在阿富汗滥杀平民 这个是被公布证实的,这个倒没有瞎说 赵立坚的推特,引起了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的回应 莫里森30号,回应赵立坚 赵立坚的推文照片令人非常反感,要求中国道歉 双方官已进步恶化 莫里森说,赵立坚的文章损害中国的国际名声 中国政府应为此感到羞愧,并强调赵立坚上传的照片是变造而成的 不是事实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事实 你做的一个事实 所以我觉得这个西方还有澳大利亚你可以看,他这个丑态就露出来了 丑态就露出来了 就是他强调照片不是事实 但不强调这个照片背后的事件是不是事实 所以我希望在所有澳大利亚的华人 你们好好看看你们这个政府 澳大利亚这个政府 这个政府到底是真的啊 天天高喊着自由民主 现在强调这个照片不是真实的 让他道歉 照片 你这个事情是你们国内媒体自己报的 这个事实是真事啊 我一会再说那个事 那事太残忍了 你可能澳大利亚你们自己老百姓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一会再说啊 中国的这个青年画家叫乌合麒麟 他有个照片啊 是乌合麒麟 中国的青年画家 根据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割喉两名14岁男童的传言 绘制 那这个传闻呢 也没有被军方调查报告证实 确实是没有被证实 但是相关细节也报道出来了 那我觉得这个乌合麒麟可以根据相关的细节 再绘画几幅吗 那你澳大利亚总理也就没话说了 我觉得这个事不在于这个画是不是真的啊 只在于背后的一个事实 确实是对平民进行了屠杀 而且手段非常残忍 我觉得和当年那个日军呢 在这个占领区 对这个普通老百姓还有战俘进行的这种虐杀 都有利比 那赵立坚首先是没有致歉啊 随后呢 还把这个推文置顶了 那要是有流传案的意思 多流传一段嘛 我看这个赵立坚一会儿我再说 赵立坚是什么目的啊 这里边有很多 有很多地缘政治关系啊 还有很多 为什么选择澳大利亚 一会儿我再跟你说 这里边你 你把这个里边所有的 都弄清楚以后 你会发现 那中国人还是很聪明的啊 我一会儿再说 那乌和麒麟说啊 透过微博啊 他说奉劝莫里森好好面对现实 如果今天晚上有精力的话 可能会再画一张 中国外交部的西文斯司长啊 兼发言人华春莹也是反向啊 说澳洲军人在阿富汗犯下严重罪行 是澳洲媒体自己报道出来的 也获得了澳洲国防部的确认 谴责这种冷酷罪行 反而无理了吗 你看啊 赵立坚他并不是个人行为 华春莹也是支持的 而且是外交部的动作 所以你记住啊 这个不是赵立坚个人行为 甚至是中国政府有意的 那为什么选择澳大利亚 我一会儿给你解释啊 澳大利亚政府不是应该感到羞愧吗 强调阿富汗的人命也是命 澳大利亚军方在11月19号公开的调查报告 我把这个细节给你讲一下 你注意注意有一些细节比较残忍 报告显示啊 25名现任前国防军的成员 在2009年至2013年中间 涉嫌杀害39名阿富汗平民与囚犯 本企调查由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 法官布列雷顿主导 耗时四年半 访问400多名证人 报告指出犯案的军人多为澳洲精锐特种部队 空勤特种部队成员 那该部队鼓吹战士文化 菜鸟常被上级要求射杀阿富汗囚犯 因此啊 这种射杀 是被他们奉为一种放血的仪式啊 叫Blooding Blooding 他还有这种仪式啊 这个军队文化有这种仪式啊 就是那意思 新兵菜手 你一定要杀个人啊 我的妈呀 这不跟台湾那个土著 下山这个踩人头是一样的吗 成年以后必须手里得有个人命啊 哎呀 那你说他是文明还是野蛮呢 澳大利亚人呢 你们是文明社会还是野蛮的社会呢 你们不是啊 不是文明 是吧澳大利亚啊 哪爸呀 悉尼 是不是 是不是你要当兵了 你儿子在澳大利亚当兵了 就空勤队也要专门杀一个呀 不杀一个都不能当兵啊 啊 是不是悉尼奶爸呀 啊 奶爸嘛 你肯定不是儿子就是女儿嘛 你不能生出别的吧 你肯定啊 是不是当兵以后都要 是不是 哎呀 这澳大利亚还有这传统的 生出了以后都得亲手再宰一个啊 啊 澳大利亚人呢 那你觉得这是你们你们的文化一部分 还是你们的耻辱啊 我觉得中国这个外交部赵立坚说这个也没没有错了 你们不号称自己是文明吗 文明的国家吗 中国它是什么落后的吗 你不是高等华人吗 澳洲华人 你看那个香港台湾的天天潮 我们我们是我们是高等华人 出去踩人头去 啊 猎头去 高等华人 当兵得杀一个 这是被证实的 被证实的 那如果哎 你这说那我们要道歉 那这是你们澳大利亚文化的一部分 那如果是你们文化的一部分 你们何来的这个现代文明呢 这我早上起来 真的啊 我看到这个我气不打一出来 你们什么是文明啊 21世纪了 让士兵出去砍人头去 虐杀 这叫文化 blooding 自己媒体还大言不惭 天天潮是中国这个 招呼中国那个 那不反击你反击谁呀 你问题多呀 你自己里边这点秘密 这点什么屁股都没擦干净 还出去是吧 骂别人去 你澳大利亚自己 你自己想想你澳大利亚 你这高等华人自己想想 你们的国家 你们的澳大利亚 到底是不是野蛮之地 我说过吧 澳大利亚就有一个充斥一股野蛮呢 真的啊 一人带着刀 什么捅的鳄鱼 你看那电视剧 所以美国人拍那个电影也叫鳄鱼邓迪吗 对你们澳大利亚人整个形象就是拿把刀到处去割边 要不割动物的喉咙 要不割人的喉咙 你们澳大利亚成为野蛮的代表了 现在在中国人眼里你们澳大利亚都是野蛮了 之前美国人拍那个鳄鱼 鳄鱼邓迪吧 把你毛泽拉拍成什么呀 不就是一帮拿着刀到处砍到处杀 像猎人一样的东西吗 就澳大利亚那帮华人还什么奶爸 悉尼奶爸还嚼着自己 我们是高等华人 我们可以是不是 哎呀开开中国人玩笑 你们瞅你们中国多野蛮 打脸不打脸的 有没有意思 澳洲国防 国防军的司令叫康尔贝表示 涉案的空军队第二中队将被出名 那就是说第二中队应该全部参与了 国防军将另立新中队 构建新的军队文化 被证实了吗 你们国防军司令 第二中队这个事已经曝光 司令都已经证实 就没有假 就是真的 还说那个话是真是假 那话是假的 话是假的 事是真的 康尔贝19号代表澳大利亚国防军向阿富汗 人民致歉 19号就道歉的事了 你现在说这个事让我们再道歉 我们道什么歉 澳大利亚 莫里森道什么歉 阿富汗人民也是世界人民 跟我们中国也建交了 我们中国人民也看不惯这种 无耻下作的事 我们也要为阿富汗人民说句公道话 怎么的 道什么歉 哎呀 行了 早上起来 我就不多批判了 一会还得吃早饭 他没劲了 批判多了没劲 咱们说回来 为什么选择澳大利亚 我觉得这个不是赵立坚个人行为 赵立坚是他所有的一言一行 没有个人行为 都是外交部或者中国政府后面受益的 你一定要知道 那中国政府为什么挑澳大利亚呀 柿子啊 捡了个软的你 他为啥不挑美国呀 为啥不挑什么英国呀 首先说澳大利亚为什么吃柿子啊 为什么要吃啊 为什么吃他呀 是不是 澳大利亚蹦到我面前了 他为啥蹦到我面前了 澳大利亚啊 之前啊呼吁国际社会就啊 新冠肺炎起源对中国进行展开调查 你这个柿子蹦到我面前了啊 哎呀 红扑了 你到我面前来了 是不是挑选中国 嗯 随后呢 他还和美国一起对这个中国的华为5G啊 进行这个 类似于禁啊 就是 禁止采购吧 就是澳大利亚未来不允许华为进入他的市场啊 另外对中国公民 还有中国的这个外交人员在澳大利亚进行了大量的搜捕啊 之前还有过很多间谍事件什么 反共啊 所以澳大利亚逐渐逐渐的就变成那个那个柿子啊 柿子嘛 柿子的红头了嘛 是吧 跑到你面前了 所以很多柿子都出来了啊 你看海洋文明这几个 那五眼联盟 那你挑来挑去 五眼联盟里边还有新西兰 新西兰比较低调 新西兰是什么呢 是这个小柿子 是吧 五眼联盟 他也跟着跳 但是西西兰他实力不济嘛 澳大利亚比新西兰大 个大 但是呢 这个大柿子里边还有个更大的 美国 英国 这俩柿子啊 你看挑了出来以后吧 那一下啃不动 有点生啊 还没熟透 不软 所以一看澳大利亚是个大 而且熟透了 软 什么意思熟透了 澳大利亚在世界产业链上啊 他处于低端 我说了 所以中国政府是不是看了我视频呢 有时候你看了经济啊 是吧 你懂了经济 你懂了这个产业链分工 你就知道拿澳大利亚拿中国没招 但是我可以弄你澳大利亚 什么意思啊 你看澳大利亚的这个葡萄酒 对吧 我收你关税 澳大利亚的这个农产品 矿 矿石产品 我可以什么 禁止你进口 可以给你进行反倾销调查 但澳大利亚拿中国有什么办法吗 澳大利亚总人口才一千多万 人少 对吧 中国产品不需要澳大利亚这么个市场 你人太少了 你这个市场对我来说不重要 而我这个市场对你澳大利亚来说太重要了 因为你在产链底端 你大量的 对吧 大量的农产品 葡萄酒 大麦 是不是 生产的这个牛奶 羊 牛 矿产品 你主要市场是中国 我人口多 我这市场大 那我是不是掐住你了 你拿我没办法 你是个软柿子 你看五眼联盟这个跳起来的 我说了吧 就是海洋文明 说白了 海洋文明这五个 全是 你看吧 新西兰个儿太小 我吃它没意思 一口就吞进去那小 就像那种小柿子 一口就完了 那么我吃它没意义 那几个个儿大 谁也不怕 你欺负我们新西兰 欺负新西兰有什么用 而新西兰也知道 新西兰很低调 跟着这几个五眼联盟一起 是吧 闹一闹 但它不知声 澳大利亚不一样 澳大利亚是跳起来 澳大利亚很 真的很奇怪 你这个蹦这么大一个软柿子 你蹦出来 蹦到我面前了 那我不吃你吃谁 而且我吃你没有什么后果 吃你的时候 还可以让那几个柿子看一看 美国 英国 咱不能碰 美国 它那么大市场 是不是 而且还有美元霸权 还有金融 还有很多中国 未来和美国还要合作呢 明白吧 不碰美国 美国跟中国怎么闹 人家美国有资本 美国有本事跟我闹 对不对 我们中国是拿美国没办法 英国呢 英国跟中国也有啊 是吧 也有很多利益啊 人家英国 也是金融啊 金融领域很强大 这是中国 确实得需要人家的 欧洲有些问题 需要英国配合着一起 跟欧洲签那个什么啊 后续我在讲啊 中欧要签这个投资协议了 英国实际上 是中国的一张牌 所以要跟英国配合着 一起要玩欧洲 所以都需要互相这样利用 哎 你澳大利亚你算哪根啊 你算哪根葱啊 澳大利亚啊 啊 加拿大 加拿大更是了 加拿大人口太少了 加拿大人口太少 背后还有美国 他跟那个 加拿大跟中国的经贸联系 不紧密啊 所以你制约加拿大 其实啊 没有太多的 从经济上讲啊 没有太多能制约住加拿大 反而是澳大利亚 你看他又加入了RCEP 那未来被中国制约的更深了 他大量产品就得 就得卖到中国了 所以这个RCEP啊 反而让澳大利亚和这个 整个亚太地区锁得死死的 他又离不开 你说你离不开 我在我手里边 然后你还不老实啊 洪福的 我不吃你 我不捏你 我捏谁呀 我代表你听懂这个逻辑吧 我用最简单的道理 柿子找软的你 而且你这个大 就一掐都是水啊 那两边一看啊 至少新西兰现在虽辣 新西兰就得老实点了 新西兰 绝对老实了 新西兰也是在这个RCEP里边啊 新西兰得老实了 是不是啊 你不像你之前那么跳那么高啊 你你怎么意思啊 推翻我政府啊 你想啊 教训他们一下 这回澳大利亚我觉得 应该教训的啊 我觉得这个刚刚开始啊 这才是刚刚开始啊 这个外交部赵立坚啊 华春莹齐上 我觉得是非常不简单 我今天把这个里边的这个 所有的逻辑 也跟你说清楚了吗 就得选澳大利亚 而且澳大利亚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我觉得未来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个 像这种啊 像这种互相之间这种斗啊 还会继续 外交部啊 外交部对美国没办法 容易影响中美关系 说过了的话 确实中美关系有退化 但是我这个是不是 我也得出这口气啊 那谁啊 澳大利亚 你看见没有 这个软柿子正好 澳大利亚很疼啊 你记住啊 弄他这几个农产品 打疼他了 而且后续 我觉得还还会有后续其他产品的这种制约 澳大利亚的华人 你们也得想一想啊 就你澳大利亚本身在中国眼里 你们只是产业低端 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加工 中国这个市场才是你们最大的一个市场 那你澳大利亚这么干 到底是聪不聪明啊 另外啊 就是刚才我讲的 你们澳大利亚人也不要以为自己就是民主自由了 澳大利亚我也去过 澳大利亚我也去过 有些传统很落后 不是什么现代国家的 很野蛮的 澳大利亚人 真的很难说这个是个文明国家 他讲的英语 但是很多事啊 其实很野蛮的 我也不想多说澳大利亚 至少这个军队文化看就非常野蛮啊 这哪是一个文明的文明的军队啊 哪是受过现代化教育的 还出去猎人头呢 以杀人 是吧 杀人练胆 杀人是目的吗 那你澳大利亚到底你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哦 军人就是杀人 杀人就是军人的这个当兵的目的 那多原始啊 俄国都不这么干了 你看了天天来说老毛子 俄国 俄国落后原始 是不是 俄国人没有文明 那你你澳大利亚你 你是什么文明 俄国人都不这么干啊 俄国啊 然后天天说苏联的野蛮 苏联落后 就是因为有了苏联 是吧 有了苏共 把俄国救杀俄很多那个救习给剃除了 所以啊 苏联军队至少还没有像像你说的这种是吧 这么野蛮的情况 军队文化里边也不提倡出去练脑袋 他是有政治委员 有什么管理的 你看反而是你们这种西方的军队里边 这种野蛮的事还不如苏联的还不如杀俄的军队 还不如俄国的军队 所以你看这一个事比较出来 很多国家现在说谁谁谁野蛮 谁谁谁文明 未必啊 我看是未必啊 是不是澳大利亚 真的啊 你们澳大利亚人 哎呀 也不野蛮呢 赵立坚说的有没有错 你们自己得想一想 搞得一些 像也不那么 那有些 有没有 我说 EM 75